今天是2022年2月21日星期一 新的一周又开始了 周深在上一周小爆发 一口气连发三首新歌 让喜欢周深歌曲的朋友们惊喜连连 其中小编这两天听的最多的还是歌曲《可梦》 这首宝可梦25周年纪念曲实在是太好听了 让小编无法停下来 而且也关注了一些他的信息 在海外与宝可梦周深 相关的搜索中 日文搜索量超过了180万 接近200万的数字了 而英文搜索更是超过了220万 值得一提的是 在中国人搜索中 搜索量已经超过了3700万 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 而且不要忘记 这个搜索量基本上是来自非内地的地区和国家 关于宝珠演唱《宝可梦25周年纪念曲》的新闻 也是登上了各类的媒体网站 尤其是游戏相关的网站 和个人博客类的网站 对于宝珠的评价 绝大多数都是正向的 其中也不乏称周深为天才歌手的文章 有意思的是 在日本的一个著名的日文社交网站中 也有博主提到了内地的情况 由于歌曲中没有宝可梦元素 所以这首歌曲似乎并没有受到 中国宝可梦粉丝的欢迎 小编也是很惊讶 原来在日本也关注内地对歌曲的评价 不过小编看了油管宝可梦的官方频道 目前歌曲《可梦》的官方播放量 已经超过了24万 而且对于歌曲的评价 更是清一色的好评 很感谢周深又有一首如此优秀的国风歌曲 是一首能够生生打动小编的歌曲 视频的最后是一首新歌预告 根据网络上的最新消息 2月20日 也就是明天上午10点 周深的新歌《在意》将会发布 这应该是周深2月份发布的第5首个人单曲了吧 不得不佩服周深的发歌速度 歌曲《可梦》是否也感动到你了呢 周深的新歌《在意》你是否期待呢 欢迎留言评论 同时也欢迎订阅我们 每日都有进展更新 我们下期再见